你們一輩子沒有看過這麼多柿子 有人說柿仔柿仔 你不曉得品種有這麼多 這個柿叫做小柿柿 哇 那這個是在托色 這裡面是石灰 所以一般起來的時候 你知道沒有托色 這才會打水 那要用這個托色的以後 就變得非常好吃 鑽石蜜柿 這是小柿柿 這個是鑽石蜜柿 這個是蘋果柿 這個現在叫做真空托色 他們就把它真空了 也只會達到托色 那用石灰水也可以托色 這個叫做蘋果柿 鳳哥柿仔 這個叫大柿柿 這個是小柿柿 這個是大柿柿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知道說 大概歡樂 大概有差不多七八十在全國吃 就是牛心柿 那牛心柿很好吃 燒一燒以後 哇非常脆 這個叫柿柿柿 以前吃紅柿 買起來軟軟 這種柿柿應該就是軟軟的 那這個柿柿是很脆的 很脆的 有不太一樣的吃法 那這個叫花藝手 一聽就知道這可能是日本的 日本的平靜 你看這名字很日式 好不好 那這個又更日式了 叫做氣龍 刺狼 所以你看日本的獅子的品種 在歡樂裡都種出來了 非常好吃 那這個叫富有 所以你看這三種刺子 大概看起來日本味很重 那我們在歡樂裡都吃得到 所以剛剛就介紹了幾種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種 所以你看 獅子很多 各種不同品種 有各種口味 那都好吃 那你可以吃脆的 你也可以吃軟的 那你可以真功脫色 你可以用紙微脫色 所以現在是獅子紅了 吃氣仔最好的季節 記得來玩樂 好不好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滿三片的氣仔 紅了很漂亮 那也可以買到最好吃的市集 帶回家 好不好